公司有那麼多人 那麼多年輕人出來 自己年紀又越來越大 究竟是否還可以繼續做呢 做模特兒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也演過戲 做九年紀模特兒 又再演戲 又再入TVB 回顧其實原來自己也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一直以來 我是一個不太懂得欣賞自己的人 看不到我的成果 可能就是知道 我可能拿了幾次冠冠 在公司收入最高 但是他不太看到作品 但是在TVB的時候 他會看到作品 當然人生都有高低 我又會不開心 覺得這個成為了我的包袱 做幕前的形象很重要 有這些新聞 當然會影響形象 究竟還可不可以繼續走 形象可不可以好起來 我又有點迷惘 我每一天做事都覺得 不是take it for granted 公司有這麼多人 那麼多年輕人出來 自己年紀又越來越大 究竟還可以繼續做呢 我覺得 其實新聞都是一個 幕前工作的一部分 你不可以說 抹開 這個不可以工作的東西 其實做藝術就是你 24小時都是一個 在工作的狀態 當然有負面新聞的時候 會不開心 亦都覺得很可惜 會影響到很多東西 包括我的作品 他是我的人 因為其實 外界是不認識我 外界是從新聞 從我的作品去認識我 如果只有作品和新聞 這兩件事 可能我的新聞多於我的作品 外界認識我的 就會接踏在新聞那邊 由我的作品出門 慢慢告訴別人 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怎樣的演員 我是對於工作很認真的人 我走得到這麼多年 都是一個努力 我覺得我沒有天分 不是一個天生 我很懂得表演自己 都發覺是 這麼多年的努力 其實可能一個新聞就沒有了 但是 這是何堅命 我覺得命運 都是 讓你自己一路走一路學習 在這個時段 給我一個這樣的課題 令我更加強大 原來你演戲的時候 你應該是將全國人 去 伸展到這個角色 這次《法克羅人甲》出來的二小姐 因為她本身不是社團的人 但是只不過家族 是一個社團的家族 第一集已經 適逢大便 家裡 逼著我和我妹妹 就要幫我姐姐 守統領這個社團 但是始終她是一個 沒有見過那麼多大場面的一個人 就算她多理智都好 但是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自己都控制不了 所以接下來的情節 也有很多情緒起伏 我可以說 其實做這個角色也不容易 三姐妹之中 我怎樣可以有自己的性格突出呢 以前我會有很多計算 很多會想 究竟我凱琳會怎樣去演這個角色 我可以怎樣做 但是我發覺 其實如果角色需要 你應該是全程配合她 她要施叫給她施叫 她要發癲給她發癲 她要狠給她狠 不要理自己的形象 我覺得應該要很相信 編劇 她的角色 故事 那個推進 你那一場 盡量就配合 效果 配合角色 這個是我演第七套戲之後 我開始覺得領略到 不要放那麼多自己下去 以前我會覺得要 現在其實應該不需要 原來做好演員 你就是要放下自己 以為自己放下自己的人 是不是真的放下自己 原來放下自己 就是無論是你自己的價值觀 你的自尊心 甚至你的觀點角度 你都是要放下 這個是我之前沒有體諒過 沒有領略過 也沒有經歷過 當我個人去要 施每一場戲做一場戲的時候 我放下的時候 原來我的得著更加多 大家肯定沒有見過我這些